夜店現在已經改為日式料理店 原本距離大火時間已經九年了 以為事過境遷 但沒想到因為這次的 乾貴KTV大火又被端上檯面討論 大火噼哩啪啦燒得旺盛 農煙不斷竄出 消防人員拉起水線全力灌救 逃出來的客人驚鴻未定 不斷用水沖刷傷口降溫 2011年3月6號凌晨一點多 阿拉夜店代班猛男 舞台上表演煙火秀 隱然隔音泡棉 客人嗨到以為是特效 第一時間沒跑 直到發現火災倉皇奔出 但二樓的緊急出口堵塞 9人逃生不及意外喪生 對照這次乾貴KTV大火 雖然場景格局起火原因都不一樣 但阿拉夜店當時5年內 通過21次的消防安檢 而林森乾貴從2018年到2020年 24次的檢查也都合格 同樣都是安檢優等生 怎麼又會出現公安問題 消防安檢都沒有問題 就說發生火災的當時 那些消防設備有沒有動 夜店KTV明明年年檢查合格 卻仍發生問題 奪走多條人命 究竟這安檢有沒有落實 是否流於刑事 相關單位業者得記取教訓 不要只是今天公祭 明天忘記讓人命白白犧牲 接著兩棲燈景城台中 採訪報導